发布会针对外国人在华感染新冠肺炎及救治的相关情况 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 丁向阳介绍 对于外国公民在华确诊或疑似新冠肺炎的病例 中方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 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 已经将病例的情况通报给了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领馆 截止到2月19号18时 就是昨天晚上6点 外国公民在华确诊患新冠肺炎的病例有29例 其中湖北在湖北这边是10例 其中有18人已经治愈出院 有两例死亡 有9人正在接受隔离的治疗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在华外国公民的生命和安全 对在华感染新冠肺炎的外国公民 我们会一视同仁 进行及时的有效的救治 心跳迪 我觉得是19jor 明快发不耻 转型